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 推动高质量发展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 围绕坚定推进高质量发展 切实负担 切实担负新时代西部大开发四川使命做介绍 我们马上进入发布会现场 女士们先生们 大家尚无好 欢迎出席国务院新闻办新闻发布会 今天我们举行推动高质量发展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的第24场 我们非常高兴邀请到四川省委副书记省长黄强先生 请他为大家介绍 坚定推进高质量发展 切实担负新时代西部大开发四川使命有关情况 并回答大家关心的问题 出席今天新闻发布会的还有 四川省副省长佐永祥先生 四川省发展改革委主任 戴永波先生 四川省科技厅厅长吴群刚先生 下面我们首先请黄强先生做介绍 各位记者朋友上午好 感谢大家对四川的关注 四川历来是国家的战略腹地 是人口大省 经济大省 科教大省 党的十八大以来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来传视察 做出系列重要指示 我们牢记总书记的嘱托 从全国大局把握战略地位和战略使命 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 以中国式现代化 引领四川现代化建设 实现良好开局 成为一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 是总书记亲自薄化的 国家区域重大战略 我们以四川现代化建设 作为总迁移 我们与重庆共同打造 带动西部高质量发展的 重要增长级和新的动力源 在双圈建设中突出一体化和高质量 强化成都和重庆 两个超大城市的联动 优先推进成与主轴发展壮大 加快促进中部崛起 提升基础设施互联互通 联手发展电子信息 汽车等世界级产业集群 共同打造西部科学城和西部金融中心 推出系列川渝通办的变明事项 让群众更好感受同城化便利生活 成都加快建设 践行新发展理念的公园城市示范区 去年经济总量已突破2.2万亿元 四川虽然是西部省份 但科技 人才资源丰富 拥有全部41个工业门类 我们着力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 深度融合 因地制宜发展新制生产力 在川高校137所 科研机构369家 国家级科技创新平台达205个 两周前 省委全会做出了以发展新制生产力 为重要着力点 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决定 我们立足产业基础和科研优势 开展前沿科技公关突破行动 启动实施了一批重大科技专项 把人工智能 作为一号创新工程 推动滤清全产业链发展和推广应用 打造生物技术 卫星网络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 无人机和工业互联网 等战略性新兴产业 大力发展低空经济和商业航天 同时四川的传统产业也比较大 我们大力推进智能化改造 数字化转型 加快壮大三个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 三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 成都 德阳 绵阳 一边入选全国先进制造业百强势 四川经济总量不断增长 我们认真落实总书记 关于经济大省要真正挑起大量的重要要求 在高质量发展上 能快则快 努力为全国稳增长 做出贡献 去年四川经济总量超过六万亿 增长百分之六 在前十经济大省中并列第一 今年一季度增长6.1% 我们把推进新型工业化作为经济增长的主引擎 大力实施六大优势产业提制备增行动 电子信息 食品清房 能源化工三个产业超过了万亿 促进产业发展 基础设施 民生事业等领域的投资 去年工业投资增长22.3% 铁路公路投资全国第一 再建的水利工程总投资为历史之最 激发消费潜能 去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 高于全国两个百分点 成功举办成都大营会 汤油杯世界羽毛球锦标赛 激活了体育文娱消费 现在成都的球赛演唱会是一票难求 着力稳外资稳外貌 进出口保持全国第八位 四川在维护国家粮食安全 能源资源安全和生态安全上 肩负着重要责任 我们加快建设 保障国家重要粗机产品供给战略基地 打造新时代更高水平的天赋粮仓 去年粮食产量718.8亿斤 是26年来的新高 四川是全国水电第一大省 西电东宋 全国每100度水电 有30度产自四川 天然气 一烟气的资源 年产量均居全国第一位 西气东书 全国每100立方米天然气 有24立方米产自四川 实施新一轮 早矿突破战略行动 加快繁钛 稀土 锂等矿产资源综合开发 持续打好蓝天 碧水 净土保卫战 高质量建设 大熊猫国家公园 创建 若尔盖国家公园 长江黄河干流 四川段水质 稳定在二类及以上 实现一江清水向洞流 同时我们坚持 以高水平安全 保障高质量发展 努力守劳 安全底线 生态红线 耕地红线 地方政府债务的警戒线 和统计数据的质量线 尽管四川经济总量 已升至全国第五位 但发展不平衡 不充分 仍然是基本省情 面对严峻复杂的形势 我们认真贯彻落实 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 迎难而上 真抓实干 奋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 发展的目标任务 刚才您看到的是 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 推动高质量发展系列主题 新闻发布会 直播先到这里 发布会的更多内容 新闻频道将会持续关注